我現在簡單講一下什麼企業制領的概念 我們在簡單的檢討一下說作者的觀點 我們看看說他是不是適用 以及我們中間可能會舉一個 跟現在時事有點認同的議題 這個議題到最後我想我們討論的時候 我們不想算去帶領任何的一個政治的色彩 討論的很安逸 那首先講到第一點 那首先什麼叫做企業制領呢 企業制領其實很簡單 剛剛同學沒講話報告過了 它這就是一套所謂的一個法規 政府的法規還有一些政策的一個體系 在這個體系之下的時候 我們希望能夠要 要企業的一個選擇當中 他能夠是在內部跟外部的同時 可以進行到一些監管的進行之下 台幣免掉企業會產生一些比較不到的一個作品 那現在問題出來了 為什麼我們是要做企業制領呢 以這個G的概念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簡單來看一下 好像最近香港那邊最大的新聞是 除了說他們現在有一個 全香港大學的共同共識課 進行坐在課程之外 那另外一個重大問題是來自於說 他們的那個高等法院 最近有一個新的感覺下來 他說建成謀面法這個東西是違法 那除了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他產生的效果是說 對於國會的一個 政府的一個施政的角色來講的時候 產生了一些限制 那是像文教政治體系來講的時候 一般而言我們所一般認為的 制度比較健全的一個國家裡面來講的時候 通常會有像這樣的一些 權力分治的態度 例如像有一個 所謂的司法權 畢法權 跟行政權這三個來講 他們彼此之間是不會有串連的行為 並且會有一些互相制衡的教責的東西 那所謂的企業具體系 像在專業概念來講 跟這個概念來講是很接近 跳到下一頁 首先我們現在來講一下說 為什麼要有企業具體這個東西 在前幾個禮拜當中 我們一直在講個東西叫做說 所有的一個行為論理學者的概念 在概念裡面事實上想告訴各位 一件事情是 好人也會做壞事的喔 很多時候我們會有一些不當的行為 並不是我本人就壞 而是因為我很容易 基於科總部都一樣的理由 我會不小心 就容易讓我去做出了一些壞事了 所以既然這裡這個東西出來的時候 它的目的是 一是會希望能做成一個第三者的角度 如果我們在談說 怎麼樣去消除掉這些 所謂的一個行為論理學上面來講 特別是所謂的一個 不刻意的一些不誠實的行為之下 所見的那些手段 是希望能夠擴充到更多的一些 我們收集到意見的範疇 例如像是說 很多所謂的一個流行決策的不當 是來自於 一 我們本身並沒有解決到 以及說二 就讓我們發現到這次流行議題的時候 可能我們會看過的 一箱之間的方式來看待這個問題 希望它會引入所謂的第三組的觀點 以及Inventor 對於企業的目的來講中 我們講說企業事實上 並不是只是為了 破取第一角度的單獨的角色來存在 我們也要分析一些其他連線 異態官機人 這樣連線對一些 一些他們的訴求 在這種情形之下呢 企業紀理的企業 企業的目的來講就是在於 我們需要能夠去避免掉 決策者 他因為個人的一些 詮釋 或者是對環境的一些影響當中 而產生一些錯誤的行為 以及第二個 我們能夠是不夠或像這樣子的方式 來避免掉一些 基本成功到連線的利益衝突 所以在我們治理系統之下的時候 我們會需要他能夠出來的事 來自於說神醫 他能夠讓有責任的人 他會被避免出來 然後使得我們盡量叫避掉 我們那種所謂的一個 誒這個責任不是我的哦 是別人在做的事情 在跟我無關 像這樣子的問題 以及第二個呢 事情是說 我們希望能夠有一些 第三者 他能夠避免掉 有一些外部環境的因素 來去誘使我們 做出一些錯誤的決策 然後並且 能夠有另外一種 在所謂的一個非政治的情形 之下或政治的情形之下的時候 來檢驗 我們到底是不是有做錯事情 那麼這幾年的機制來講 廣義的所謂的企業治理 所扮指的可能面目指示 在我們現在所談到過的 一些例如像是 我們對於股東傳遞的一些安排等等 他可能也包括到說 例如像 我們在社會裡面就會有 例如像是 有第三方的一個 派遣師簽證 這樣子類的一些業務 這些業務當中就是想去從 第三方的角度 去優先 對於這個企業經營當中 不管他哪一個財務的表現 或者他哪一個可信程度等等 一些合理 一些中立者這樣子的一個體驗 甚至也可能包括到 例如像我們現在提到過的一些 像是產品的安全 或是情侶檢驗的機構等等 這些東西就我們一上面來講 都可以算是 企業這裡的一個部分 還去避免掉 企業因為 對於某些利益的一個追求 而忽略掉了 對於其他一些 例如像對於 顧客要求的一些問題的部分 好 拍到下一頁 那在現在來看的時候呢 對於這篇文章來講 我想點出來是一些來自於說 在現在來看的時候 我們其實現在的這領機制 雖然出現了很久 可是呢 這才是有些簡單的問題的 其中第一點是來自於說 現在我們所提出來的 很多confidence 一些規範來講的時候 在某些時候呢 他可能反而會造成 我們不斷去修改這些事務 其實會影響不到 這些所謂的企業治理 反正能影響出 企業的消息 以及又有東西在於說是好 在這種情形之下 當造成的事情是來自於說 我們常常會覺得說 我們有在做所謂的企業治理 但可能不小心的 反而會讓這些企業當中 可能反而產生一些比較多大 不到躺在一點一些行為 好 那這個什麼意思呢 對到下一頁 那我們簡單來快速的看一下 其中第一個東西來講的時候 我想 等等 可能BA不需要修財務會計對不對 好 會計的第一項基本的假設叫什麼 這邊我知道有人是會計助教的 會計的基本的假設是什麼 最重要的四個基本的假設 跟你講什麼原則什麼原則什麼原則還有什麼假設 好 裡面最重要的一個東西是叫做 有一個永續進行講射的進行 有沒有聽過這個字 真的沒有聽過 那可能我們課本念的不一樣 沒關係 在永續進行講射呢 永續進行講射的概念指的進行是說 我們要講射這個企業 才會一直進行下去 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們在上面所做的就不能照顧看過頭而已 所以人可以被定義出來 那例如講什麼呢 簡單來講 復旧來講 復旧就是要定義線子 或者資產使用連線之類的 那我要怎麼樣知道說 在資產使用連線之前 企業都不會倒閉 當然是要構築在一個叫做 永續進行講射的情形之下 才會讓我們可以做照做下來 所以話題雖然講的時候 事實上在我們很多的講射之下 是來自於我們會認為說 一 這個企業應該永續存在 小企業的利益來做 他的一個基因的保養 以及說二 所有的從業人員 都會以類似像這樣子的方式 來去進行企業的一個思考的部分 那答案真的是像這樣子嗎 恐怕是未必的 我們隨便舉個例子來看 例如像 你們覺得做一個黃黃董事長來講的時候 黃黃董事長最重要的職責是什麼 黃黃董事長最重要的職責是什麼 幫公司賺錢 什麼 幫公司賺錢 幫公司賺錢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其他人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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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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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幫公司賺錢 除了幫公司賺錢 還有什麼 協調公布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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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還有呢 還有誰幫我們職責一下 還有什麼你覺得是黃黃董事長最重要的職責 維持公司的營運 維持公司的營運 嗯 很好 還有呢 黃黃董事長要負責醜優嗎 你覺得要醜優還是黃黃董事長的責任吧 他要醜優誰 所以是他在醜優誰還是 你要不要換一種你的描述方式 就是人家跟政府打號 就跟那個交融局打號的關係 需要跟交融局打號關係 OK 還有誰 顧客 顧客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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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重要嗎 重要嗎 如果不安全的話 對於像這樣子的頒賺事業來講 什麼叫最重要的事情 重要的事情是說 你不要讓執政反對看起來 你看看 這個才叫做最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這下所有的獲利可以流行到這一道 不管怎麼樣 你必須要讓最上面的人 他最好心 以及第二個 對於總統社長來講 總統社長來講 你該做的事情 你不會是只想一件事情 叫做 怎麼樣讓上面的人 你覺得不會最難看 更不需要的事情是說 在讓上面的人 會過得很舒服的情形之下 還能夠讓你能夠有一個 永續的資源發展 這個才是一個 透明的那種市長 該去做的事情 所以他就會跟我們剛所 比較過了這種 所謂的一個 企業的一個永續發展的東西來講 會有些不大量的討論 像這樣在這些事實上 怎麼會發生 或者換第二種情形來看 好 作為中國信託金康克董事長 他最重要的責任是什麼 中國信託應該算是 民進的企業吧 他最重要的責任是什麼 中心金 最大話 最大話 不對 我們應該舉這個例子 換一下喔 大黃 對於大黃公司的董事長來講 對大額的責任是什麼 我都願意其大話嗎 還是寫到一些東西 有沒有知道 大黃最近的故事 這個可以幫我們公明一下 到底我還沒上市啦 華藝人工發佈出錢 喔 華藝人工發佈出錢 還有呢 大同公司是在日據時代 就已經成立了一項公司 最早叫做大同什麼製作組 之類這樣子的公司 台灣的第一台電扇 台灣的第一台電鍋 都是大同做出來的 並且大同是台灣證交所 出來當時創始的組織之一 所以他是最早上市的公司之一 到了70年代之後 創辦員林鼎生 逐漸的把總經理協會交出來 之後他到了890年代之後 快速了一些快速的成長 那時候甚至 像剛六星投資的子系列 有這樣的想法 例如像華藝 華藝當年曾經是全球最大的一個印象款 CRE2年一個製造商 甚至呢 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知道的事情是 像台灣人在英雄那邊會有一些 那個叫什麼 入境簽證的一些特別的優惠 那根據傳說裡面 最早最早的原因之一 是來自於 因為大同在蘇格蘭的 黃道和華印在蘇格蘭開設的工廠 他操縱很多的就業機會 為了交換華印可以在蘇格蘭那邊開這樣子的場 所以他們特別給我們台灣人一些簽證的一些特別的優惠 當時其實甚至有多像這樣子的傳說 其實在那個時候來講 大同其實是一家非常豪富的一家公司 同時他也是一個非常的 用現在的事業來講 就是非常有社會實驗的一家公司 主要創造的例如像什麼 大同工專 現在大同工學院 現在大同大學 這樣子的一些學校的東西 來配合公司系列內的優惠 但是很不幸的 到了大概202000年開始的時候 大同那些表現開始下來了 他在90年代的時候 大幅的統治到各種紅的事業 包括例如像是一些直接相關 像是毛 綠能等等 這類的太陽能這類的事業 以及其他一些間接的一些事業 然後加上原先主力像CRT 管這些東西來講 就是科技的變稱 現在都沒有什麼人在用這種 所謂的CRT的作品 實際上來的生意就不好 所以就統治到了 例如像是那種算是 那叫什麼 LCD面板之類的事業 結果到了這個事業之後呢 直接華銀的秒線就不好 所以就進來開始衰退一下 所以到了現在開始 華銀就因為 因為那個房間覆不出來之後 造成要下次的狀況 那新的問題出來了 當時華銀是一定要下次嗎 其實原先幣不見得一定要下次喔 你現在華銀要下次的原因是因為 華銀有一個喊叫出來 喊不出來之後 才公司他要下市 那麼這點喊叫是給誰的呢 給的是大董公司的 大董公司他直接跟華銀那邊做出了最好的動作 華銀當然呼不出來 所以就變成說只有違約 違約不要去這樣子的情形 所以就要下市 那華銀是誰的呢 華銀是大董的 那新的問題出來就是說 那大董沒事幹嘛把華銀幹掉 就一般的狀況來看的時候 如果說華銀是大董的子公司 對不對 那如果華銀下市的話 對於大董來講 是好事還是壞事 華銀是大董的子公司 如果今天華銀不問題的話 爆出來說要下市了 對於大董的財貿來講 是好事還是壞事 壞事嗎 壞事嗎 為什麼說壞事 為什麼說壞事 他應該也有股份在華銀 對當然什麼東西還要 對 那這樣子等於他透枝的就是損失 就會損失掉 就會損失掉 所以不會下去 好 那這樣子的話大董沒事 幹嘛要吊出一口這個華銀 讓華銀下來 因為優限機場 沒有像 情緒保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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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 就是可能 你可能會 公司更需 就不知道 如果實際基金財財 就是 更需要一個地方 所以就是 犧牲情況 他 透過這個環境 透不下來了 好 真正的原因是因為大董 在大概 2008年左右開始的時候 他成為 所謂的一個 最早市入資 曾經想入股 入股所謂的一個大董 後來又是他的市場派行 大董基本上的部分 因為我們剛剛說 大董是 李廷珍家族所創辦 所以呢 自然而然 就是林家的一個資產 李廷珍過世完之後 那李廷珍的兒子 其實 我覺得不怎麼爭氣 他最大的 李廷珍最大的成就自己 是幫他兒子 走了一個毛老龍 叫做 郭麗文彥 據說當年本來是 大董 從事業經濟系的一個教授 然後把他取回去 把他取回去當媳婦 所以後來市場 郭麗文彥 是大董那一個主要的指導者 然後 當你要想多加工資股份的時候 你會怎麼做 如果你是外人的話 你要想多加工資股份的時候 你要怎麼做 你想施交加工資的時候 先把他搞臭 先把他搞臭 OK 還有呢 為什麼要搞臭 好 最早來講 是有所謂的市場派 他們就開始大量的買金 然後呢 想因為大董 在200270年之後 另外一些都要投資的規則 就這樣開始下 他就開始投資 然後這件來完之後呢 買一買之後 大董手上 你看有很多的思路 對不對 那你之前發現 別人要買的 分給你錢金錢的時候 你要怎麼辦 你要賣股份還是要買股份 你要買股份 好 那你要買股份的時候 那你手上的錢都買信來做 你現在再來怎麼辦 你又沒有簽訂 自己都沒有簽得很真資 那這個就不然送給他嗎 那你要怎麼辦 這時候你現在還可以手段叫做說 你要去借錢對不對 你把你的股票買去等壓 等壓完之後 換了一些錢 再回來買這個股票 買自己公司的股票 這樣叫做所謂的一種 正跟市場實借的錢 所以這樣去 所以 對大董家族的人 都可以做了這樣子的事情 做一做之後呢 好 那對方發現 人公司派在買股份的時候 對方要怎麼判 繼續賬買股份 繼續賬買股份 對不對 好 那賬買股份 那時候他也發現一件事情 糟了 我就借用完了 那這個時候該怎麼辦 你有兩條路 你以後無事退出來 就不完蛋對不對 變好如果是不行 我就要把他吃下來 大家都想不吃大董 因為大董是把公司 手上又會多了土地資產 那股份資產的公司來講 就是要把它買下來之後 把所有東西都寫掉 拿來蓋房子用 這叫做台灣人的發錢數 這樣才能夠發達成 就不用唐國瑜叫 我也會叫 這時候我也不會 那所以呢 對方賣開始去借錢 那借錢的時候 該怎麼賣呢 這時候有沒有聽過一句子 叫做名種借了嗎 名種是借了嗎 名過下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名種金主持 我隨便舉個例子來講 例如像 玉林在哪邊 好 例如像玉林很有錢 他是個小富婆 然後錢錢錢錢 錢在那邊沒地方花 然後呢 我之後到前面 跟他說 欸 玉林玉林 你會借我一點錢 我現在要借51 那玉林一定說 欸 那你要拿什麼東西多抵押 你一直拿很高對不對 那如果這個舞當下來了的時候 玉林會跟我吹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那為什麼為什麼玉林願意 借我跟別人借呢 是因為 我總正式的借用信息之下的時候 可能 我的額度已經到了 不能夠再抵押了 所以玉林 是因為第三種情勢 是玉林把錢給我 叫做所謂的品種借好的部分 我就保持這樣一個品種借好 你等一下完之後 我是不是欠玉林 我這樣 股票完下來完之後 那我是不是就被貨保 還玉林錢 不然我就要求他 我就要保持他 所以 當時要做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真正的目的 是一是為了針對 他的失守派這種部分 我為了要失守派的人 他做不出錢還玉林 所以 就要把他多手 我就讓他弄臭 股票就下來了 現在完畢之後呢 降錢之下 看能不能把對方給逼出去 結果呢 這個對方也是適合這朵鐵的心 因為我也搶了很多的錢 玩了這麼多的年太 從2008年到現在 玩了快十年了對不對 沒有辦法把他吃下 所以呢 就繼續凹下去 凹到後來呢 就乾脆說好 沒關係 那準備讓他比較別的最快 很簡單 我直接讓他爆掉 我讓綠田跟華藝直接爆掉 爆完之後 這兩家公司馬上就下市 下市完之後 就走過來走多人看的時候 因為你從上市的有價證券 變成是非上市的有價證券 你馬上降伏業高額的損失 你不再能夠依照一般的 所謂的一個市價法的方式 來做所有的投資 然後換成他的一些熱烈的方式 下來做他 那做完之後 一般大家都一如講 假設我今天從市價法 轉成禁止法的時候 多帶來講會比 因為大部分的公司 他的市值 會比性值高 所以現在這樣完之後 我就造成了對方的血血 所以在我剛剛講 這樣故事之下的時候 大同家族做這個事情 他是為了公司最大的利益嗎 好像是為了大口供最大的利益 有沒有注意到像這樣子的事情 因為滑硬可以倒 但是大同絕對不能擁開我們人家 不然 我們再也不知道總見你提升 下面是我不知道總見你提升 所以這邊就會有一些 所謂的公司的最大的權 最大的利益總項 跟某些的利益總項不一樣 那因為像這樣子之下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有像這樣 公司自己的制度 還有下一道正面來講 那跟這個文章裡面來講 所以他認為說現在的公司自己的制度當中 遭遇到的問題當中 包括說一 太容易讓公司追求到所謂的短期的利益 我們剛剛都提到過說 就你們的照片來講 我們都會希望公司追求長期的利益 可是實際上公司對於股東來講的時候 股東要做不覺得是哪種利益來講 其實跟股東的屬性有關 例如像是說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 等等 這個敗沒了嗎 這樣才很重要 會有 會有玩的那種DOWN 什麼所謂的DOWNTOWN的人 有沒有 什麼普世高手 還是這邊的高手不敢 絕對不敢屬性 他會被大家壓榨 那 這裡面來講 一般程碰到的是像這樣子 例如像是說 如果這個市場 它的周轉率很高的時候 代表有很多短線的人 在那不斷的經濟出租 那麼所以 這些短線的人來講 他就會希望能夠在所謂的短期 當中最有些財報的短線 所以一直會去侵害到 所謂的一個公司的一個 那公司的一些經濟人 為了滿足這些股東的 股東的要求的時候 他可能會傾向於短期的利益 那就美國來講的時候 原先早期的美國股東 會比較傾向於市場下 造成的利益來做一個思考點 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 第二個 你無論是市場當中 大量連線股 美國市場的一個股票的 股票連線買賣的決定戶 事實上 並不是所有的一種產戶 而是來自於機構的投資人 這些機構投資人 包括說 例如像什麼地方 哪個退休基金等等 這些人所謂的一個 大眾的交易人員 那對這些人來講說 他要的是長期的穩定配信 而不在乎說 這種短期的一個 股票交易的利益 所以 他會成交於這種 所謂的一個長期性的方式 第二個原因是來自於說 在美國以前 他們的一個董事會 的一個制度之下的時候 使用的是那種 所謂的一個 Stager這樣子的制度 什麼叫Stager呢 對不起Stager Stager Stager這樣子的制度 什麼叫Stager呢 分期同選 就例如像說 每一年的時候 改選3分之1 用這樣子的方式來選普通 來選新的董事 新的那個Direct 董事的成員 那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可以會比較主力 這些董事 他卻用比較長期的眼光 來看待這個公司 同時他還可以避免 壞速的被惡地訂購 這樣子的可能性 但到了2000年之後的時候 因為有一些 因為有一些公司 開始流行到這些大型的 構幣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很多的公司 開始去放寬了這樣子的制度 所以在美國 就越來越多的公司 變成說是 每年就要改選普通 在這樣情形之下的時候 造成他在短期取下這個部分 以及第二個 短期取下部分來講的時候 會設施到的事 來自於說是 可能會因為說 有一些人 他們就是 因為 到後來的時候 這些公司 分析師 他越來越要求 需要可以提供更為 其實的一些 公司的資訊 以及更為重要的東西 是來自於說 我們開始要求公司 要更為透明化的事情 對不對 什麼叫公平化一句 我要隨時隨地 可以知道 公司的表現是怎樣 也一直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公司從過往的一個明年 然後我的預測 變成說我每季要預測 甚至每月都要預測 這樣子的東西出來 出來完畢之後 當這種東西出來完畢之後 就更加等到這些經理的人 他又很在乎說 我下個月的領域會怎樣 會不會沒什麼資源修理 等等這樣子的現象 那更加深的 像這樣子的一些經理 所以對於這個作者來講 他也認為說是好 第一個是來自於說是 我們應該要需要 這些公司來講 他會有些比較長期的一些 表現來看待這個東西 那第二個呢 則涉及到所謂的一個 董事會的成員的部分 那原則上來講 董事會的成員來講的時候 為了去讓公司可以代表 更多多方法的利益的時候 美國發明了一種東西 叫做獨立董事 好 什麼叫獨立董事 有沒有知道這個獨立董事這個詞 你還呢 你還呢 你知道什麼是獨立董事嗎 獨立決定事情的董事 叫做獨立董事的話 懂得到實現的案例 好 再來 再規格 舉例 你覺得什麼是獨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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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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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什麼叫做董事 很董事的人叫董事 你叫做D 公司的董事到底是什麼 什麼都要下一個 什麼 董事 董事 各的 好 對 獨立董事就是一種 就是說 一般來講公司的董事 是由有股權隊員來 董事 投票來負任出來 那獨立董事的意思指的是說 有一些人他事實上是 他本身完全沒有失誤 但是他現在擔任董事這樣子的行為 為什麼要像這樣子的人出來呢 那是因為去避免掉公司 為了過度的追求自己的利益的破章 而做出了某一些消態到其他厲害的關係人的行為 不管是來繼續說是一般的 一般的投資大眾 或者是消費者 或者來繼續社區等等 或是像獨立董事這樣子的東西 那你現在翻例第一次 各位知不知道有一家公司叫做樂生 有沒有聽過這一家 有人用拚過樂生來是不是 樂生有沒有聽過 有用拚過什麼 快樂的樂 台灣第一個叫做 要公開收購後來爆掉 等一下消失公司 那這家公司當年有三個有名的獨立董事 都蠻獨立的 第一個人就是請文芊 第二個人就是移籍 就是前任經濟部長 也是唯一一個被障藝集團 炸想通的經濟部長 第三個人就是移籍什麼 我忘記第一個政治人物就對了 白三個就是政治人物 所以這家公司是頂行的找了一些 完全像公司沒有試骨的人進去 當然他們跟公司的董事長沒有關係 就是另外一個移籍 因為那些是他的小道消息 那不就很大角度 但是剛才的老師就像這樣子的方式來做聘請 所以像我們學校就有一個老師 就被別的公司聘取他獨立董事 基本上希望他會其實是這樣子一個獨立的行業 那另外一個很有名的獨立董事 就是廣州民 那包括是台灣大哥大的奴隸董事 一年的薪酬是一千萬台幣 這樣子的薪酬 所以他來講其實大學教授就是領用情義 他事實上不只做內價 所以就有像這樣的一種制度在這個地方 然後本來在這邊來做 可是真的只要找客觀的人 找一些無關的公司無關的人做對同事就好了嗎 因為我們剛剛舉出來樂聲鳥子的例子來講 好像不行 我們剛剛舉出來說 引起名 看起來 他本身沒有食股啊 而且夠大牌 你說他不懂經濟嗎 他告訴你說 嘿 我剛過經濟部長 公司法是我們經濟部的主管的一個檔規 好 那陳文謙呢 最常他要主持個文謙看天下 看起來他應該知道很多的事情 也滿懂事的 可是他們就無法妨礙 一年比較像公司出的問題 所以 就這邊文章來講 他的建議是 先來繼續說是 獨立董事 我們不應該 只要大家隨便 隨便都可以當獨立董事 我們需要這些獨立董事 是有一些特殊的功能和能力 需要他們都被驗證的 在這裡面來講 設計在哪個公司 一 這個獨立董事 是不是具備公司裡面所需要的一些能力 比如像我們的帳篇舉出來的意思 先來繼續說是 像是 他出來是用這地方 這是這家公司嗎 這是文章裡面 對 好 像這邊的公司來講 風險控管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希望我們的董事會裡面 不要都是一些 連資產的人 負債加確認都不知道的人 他最遲法 具備一點 基本風險屏幕的能力的人 能夠立為我們的獨立董事 然後幫助我們來判斷一些東西 那要或者是說 或許我會希望我們獨立董事裡面 要人懂法規 什麼叫懂法規呢 我舉個例子來講 例如像是說 根據台灣的公司法來講 公司的主要營業業務當中 不能夠包括借貸的行為 這些借貸的行為 借貸不能夠作為我營業效果的行為 借貸只能夠是我們的業務 法來上面有關聯繫借貸的行為 例如像是 我跟別人進貨或者我出貨 別人暫時欠我錢 而這些行為本身 是在短期內就要能夠還給我 而不是用長期借貸來測試 如果是以長期借貸來測試的話 我不需要以債券的方式來做投資等等 他會有像香蕉的一些規範在這裡面 可是 有一家公司就要買肥 那買肥呢 那公司本來幹什麼的呢 當然是賣地料 結果呢 以前在台灣賣地料很好賺 後來時代改變 台灣最有價值的東西 叫做成帝 那台肥呢 既然是日式時代就評選過來的企業 那手上什麼都沒有 也要算也辦得不好 但還要很多的土地 可是蓋了很多的房子 蓋完之後呢 又有人跟他講說 欸不行啦 這個現代房貸利益 現代資費管理錢太多了 你要借錢給我 不然我還不出來就要保大美了 所以呢 他就值得好 那這時候我在開始碰到的問題 是說他就值得好 想說欸那我現在怎麼辦 那麼總統的房貸利益 好 因為來找我的人 他告訴我說 欸我認識你們上面喔 你們董事長的人 可能是我的什麼人 所以我跟他講 我跟他講完之後 董事長可能會不保住 什麼東西就會出來 所以要完之後就會有像這樣 就會提發生說 到底能不能夠把錢 借給 借我的一個來報紙的人 所以就出了像現在這個 還可以按這樣點案例出來 那正常來講的時候 我們就會知道說 他的董事會裡面會有一些人 他是存在法律 他知道在董事上面來講 不能夠做像這樣子的事情 就會把它拒絕掉 這就變成說 在這裡面來講 就會希望有 國立董事 他可以做出像這樣子的東西 那在文章裡面 所有朋友去的觀念 這點是說 怎麼做好的國立董事呢 第一個事情是說 他不需要知道公司的 相關體育業務 以及具備公司的專長 以及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說 他會希望這些獨立董事 除了是可以交錯的來選舉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是 來自於說是 不需要什麼都知道他的表現 以及限制格之類 像這樣子的東西 那 什麼叫限制格呢 一般會做獨立董事的人來講 台灣是不講意外 台灣是很喜歡找大學的老師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 他們認為大學老師什麼都不懂 不知道大學老師什麼都不懂 這個事情 我剛剛不能當啊 我剛剛不能當啊 為什麼 他們就很讚 為什麼 我需要做老的 為什麼 我想做老的 為什麼 我覺得那個事情太多了 還念我 那 就過 就你們現在來講 我知道嗎 先問一下 你們認為 65歲以上的人 該不該去投票權 你去說投總統 投總統 65歲以上的人 可以有投總統 跟投立委權力的人 可以取不下手 贊成的 65歲以上的人 好 認為65歲以上的人 不能夠投票的人 可以取不下手 不應該具備投票權的人 可以取不下手 勇敢的舉沒有關係 這個翻譯沒有是不是寫好 我前兩天看到 我覺得 郭忠祥在臉書上面 見了一張文章 他說 我認為65歲以上的人 都不能夠具備投票權 他說 因為 他覺得65歲以上的人 投得票 都跟他投票不一樣 像他所不喜歡的 他覺得這個國家 是被一群65 65 我要記住我的用字喔 他覺得 不是我覺得 他覺得 他覺得這個國家 是被一群65歲以上的 老殘的人 老癡呆的人 投下的投票 更好壞 所以他認為說 65歲以上的人 很不適合不掉 那這樣講講 好像有點好笑 可是事實上 這樣恐怖的時候 會覺得說 年紀太大的人 可能因為經歷比較不夠 或者說 因為某些的觀點 當中很不符合時代潮流 所以應該把它挪出來 所以在美國那邊來講 就有一些 一方便的說是好 為了避免量 剛剛講的 因為人情之類的關係 就跟你說 年齡到了 就要先進下來 不是因為你做不好 可是 就這麼作者來講 他認為這樣子的人 他也並不失態 而 年紀大的人 不見得代表他本身 就是已經 事事不夠 很多的人是在 最大的群群群群 並且 他過往的一些資歷來講 可能會有正確的影響 所以 他覺得我們應該 把這些年齡 這類的東西都排除掉 我們真正 該在乎的事情是說 找到一些好的標準 來評估 什麼叫做好的同事 我們應該單純的用年齡 和資歷這些東西 來作為唯一判斷的標準 這是 他所建議的一個東西 第三個 就回到他本身今天所談到的 例如像是 Shareholder 這類類型 這些holder holder voice 這是他的建議 那麼 在台灣的實務層面來講 事實上 台灣現在還不算強調 企業是有這個部分 所以 例如像 證交所這個地方 他監管會 就會對這條例來講 定義出來很多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規範 那裡面規範是 其實較為嚴重 較為主 不是嚴重 是嚴格的東西是哪些地方呢 像 金融產業的部分 以現在來講的時候 台灣一般而言 不是任何的人 都很輕易的當金融經濟的董事長 你必須要能夠符合到一些 限額的條件 例如像 你必須要有 在金融相關系列裡面 擔任公司 高準的經驗到 不到五年 五年左右的水準 至少到高相降 可以的水準 然後 並且你本身所涉及到的公司 必須要跟這個公司 你之間來講 在你螢幕上面 並沒有明顯可以寫出的關係 讓我做出很多像這樣子的一些部分 那為什麼要 那麼 那麼 這種事情 直接要怎麼做像這樣子的事情呢 因為這些公司的董事來講的時候 在現在台灣的分工設計來講的時候 他並不是只是在那邊投票說 我要選誰當總計 這樣子 就國外的分工來講的時候 直接來台灣的分工來講 他的概念是 公司的策略的部分 事實上 是要給董事會 來做approval 然後 所謂的一個CEO這個人呢 他的角色 就概念上來講 可以把它理解成說 他就是像台灣的一個行政院長 是所謂的一個幕僚長這樣子的行為 他是在執行 董事會所任何的一些 所謂的一個 策略 而不是自己來願意去發展 這樣的策略 就被完全的一個自主權 然後 以及還有來自於 第三個部分 是來自於說 公司的一些重大的事情 必須要上報給到董事長 或者董事會 這邊同意完之後 才能夠去進行 像這樣子的一群策 這樣完整的公司自己之下 會希望達到像這樣子的東西 那這次也會重大的決策 必須要上報到上面來講的時候 他基本上的目的是 為了定義在 代理人的關係之下的時候 公司的總經理 能夠欺慮某些原因 除了某一些可能 並不是符合 權力股東 或者權力社區 或者社會所攜帶的一些行為 都有像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像剛才提到 不管台北 所謂的一個 或者目前總統候選人 他的一個涉足到的 同志跟漢子來講的時候 台北本身是有問題的 就是因為 他違規了 並沒有綁像這樣子的東西 給忠實的情報到董事會 上面去做像這樣子的決策 那他的部分來講 他其實希克 就目前組織來講 會是一個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就是大概公司制定上面的一個概念 他是來規定掉所謂的嚴格忙 這種經理人的不當行的部分 好 那到這裡為止 屬於公司制定的部分來講 各位都可以稍微理解一下 我們現在所辦事 就是來自於說 我們利用法規之類的規範 來讓 來去約束掉公司經理人 他們的決策過程當中 能夠有一參方 來做進入的參與 或者監督這樣子的行為 這樣就是公司制定的部分 他是在TRIP 公司的運作當中的時候 經理人不會 經理人 他不會有任意的一些脫工 或者不論你喜歡當中的一個 其實的部分 好 那這裡為止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的話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再回來上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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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